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就讲一下中国的又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战略举动 就是我们在西安召开了六国峰会 由中国主持和中亚五国 中亚五国的峰会其实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在传统的私绸之路 我们现在讲一带一路的倡议 传统的私绸之路上 中亚五国是必经之路 所以的话中亚五国在路权上 我们一直说这个路权 路权的重要 他说海权路权 西方的崛起在于什么呢 大航海时代 海权战胜路权 最关键的是什么 海运成本很低 你陆路你要做个运输 做一个货物贸易的话成本很高 尤其中国从西部经过中亚到欧洲 不是翻山越岭又穿沙漠 但是现在对于这个世界的格局 我一直在讲 是五百年未有的变局 五百年前是西方的海权 为什么讲呢 因为陆路的交通成本在大幅度下降 而这个交通的贸易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能源贸易 能源贸易的里头呢 一个是石油管道成本 和你这海运的成本 那是可比的吧 不是说碾压性的了 而且石油管道呢 它可以有不经过这些海权国家 还有一个呢 路权的优势的地方在哪 网络呀 你看你在那个大洋当中 你想想弄网络你只能通过卫星啦 卫星的这个流量干什么的 都是有限的 就算你走海底电栏 你想想呢 大洋洋面上 你海底电栏也没用 路上网络是可以普及的 第三个呢 就是到了这个光与电的时代嘛 那个特高压电网 书电什么等等等等 路权都很重要啊 包括当时呢 国家电网都也提过 你要如果啊 光伏呢 大家都知道白天有电 晚上没电 但是你要如果能做一个全球性的电网 你在中国是白天的时候 人家是晚上 人家是白天的时候 中国是晚上的 你要能连到中亚 连到非洲 连到什么的 那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你要走路权的话 离不开中亚五国 所以中亚五国对于中国的重要 它不光是个 它的能源啊 它有什么离海石油啊 什么等等 以及呢 天然气 你像呢 这里头的这个哈萨克斯坦啊 不光是石油天然气多 其实还一个也挺多 哈萨克斯坦的油很多 金属的油啊 就是做原子弹的 而且呢 这中亚五国啊 同时还是个穆斯林国家 伊斯兰呢 这个世界呢 现在中国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调节了 伊朗和沙特的矛盾 所以这样呢 在我们在整个中亚的地位的提升 怎么样子 把我们的这个路权重新建立起来 你像海权建立起来的时候 它就碾压了路权的自筹之路 对吧 现在呢 我们现在跟中亚五国搞好关系 相当于什么 又相当于新的一次 促使西域 把西域的路权建立起来 其实这个建立起来的 很重要的是什么 当初建立路权 不就跟匈奴斗嘛 现在呢 建立路权 其实大家也还要注意一个故事 这次啊 俄罗斯没有来 这个很重要 因为原来的话呢 中亚五国呢 也都是前苏联国家 独连体什么的 跟俄罗斯走得很近 但是这一次 中国的有关峰会 俄罗斯不在 这是非常重要的细节 也就是说呢 中亚五国 它在中俄两国之间 它最后呢 能导向在谁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 也就是说呢 中国崛起了以后 中国可能在这个路权上 它就有更大的主导 包括呢 前面也说 俄罗斯呢 对中国也有很多示好嘛 包括海参崴的港口 借给中国周转周转 当然这个周转这个港口啊 看似挺便宜的 但是中间还有很多的故事 比方说你这港口那么周转 带动的俄罗斯的远东经济发展起来了 对俄罗斯的好处可能更多 因为它的远东呢 现在人口外流 慢慢的呢 它的控制力越来越弱 你呢 不给它注入经济活力 实际上呢 它会更弱的腐烂下去 是这样的结果啊 所以这个路权走哪 你现在呢 我们中间走的路呢 你看原来的中欧班列 要走的是什么 都是通过外蒙 然后呢 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铁路 但是现在呢 如果我们能从中亚 有一条铁路出去 你是什么样子 直接通到伊朗啊 沙特啊 是什么样子 你要想明白这个里头的差别 包括呢 你的石油管道 如果能穿过中亚 修到伊朗 修到沙特 又是什么样子 对吧 你的海权就不受多少限制 所以它这个路权的重要 你像我们提的这个 一带一路倡议 你要明白一个是海权 一个是路权 至于中国的崛起呢 是什么 是海权路权都要要 是等于呢 两权都很强大 其实美国的强大 其实它也是海权路权都要 它在美洲大陆 搞的是路权 然后呢 接着呢 美洲不让别人燃殖 一说起来呢 有个话嘛 American is American 也就是美洲 是美国人的美洲 说的也挺清楚 中国呢 要崛起 它也是两线的 海权我们要 路权我们也要 这样的话呢 才能保证中国呢 它在两线的 那它有安全的备份吧 各种安全因素 包括呢 你像海上 你要封锁的话 我们路上还能走呢 海上呢 咱们在近海的实力很强 但是呢 远洋呢 可能还是弱一点 比方说你去印度洋啊 东边的太平洋啊 可能都是有一些 那个弱一点 但是呢 你要说从路权能通过中亚的话 那么你对欧洲的影响也很大 你像我们当时呢 开这个中欧班列 中欧班列的时候 它的时间 比海权就快多了 虽然说你那个成本可能高点 但它的时间很重要 你看海运的时间是周期有多长啊 以后呢 你看那个中欧班列里头的 人家说制裁俄罗斯 实际上好多事啊 你要从俄罗斯走的 这些陆路运输 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你怎么呢 我们能从中亚走啊 我们从中亚 怎么把铁路修通啊 这才是真正的意义 好多说工程公司到印度修铁路去 那是没有意义的 怎么把中亚的铁路 中亚的石油管线 天然气管线 中亚的输电网络 全都打通 能通到呢 阿拉伯半岛 当时世界大战啊 还很重要的一个 人家一直会提的 中国提的少啊 叫三壁铁路 从柏林到贝尔格来格 到巴格达什么的 都是壁大头的 直接呢 能到两河流域 就是怎么样的 在陆路上 如果中国能打通这一条铁路干线 到两河流域 石油运输干线到两河流域 那就实际上是意味着什么 就是整个世界岛的整合 你要整个世界岛整合好了 意味着美洲呢 就是边缘 你路权整理好了以后 那些岛国呢 就是边 甚至美国在美洲 都可以认为它是个大岛 我们在这 一个欧亚大陆上 自己循环 欧亚大陆 还有一个话叫 世界岛嘛 在欧亚大陆上 建筑我们的自己的循环 所以在这个中亚 这五国战略的重要性 不光是保障我们的能源 是让我们的路权 能吸出中亚 通向欧洲 对于中国的崛起 有非常重大的战略意义 谢谢观看 本期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